公秦军也开始了他反复折腾的过程 到1986年 他完成了另外一部伟大的作品 咱们很多朋友都看过 叫《天空之城》 在这部作品完了之后 1986年公秦宣布 我退出了 太累了 我得休息 散散灵感退出了 这没过多长时间又复出了 接着之后就开始了 到现在为止 八次退隐复出 退隐复出 退隐复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同时也攒了足够的创意 你看在他第四次退隐复出的时候 他干了一件日本动画里程碑的事情 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知道 公秦军一个主要的来源 就你看公秦军84年就出了名了 但是中国人知道公秦军 更多的朋友是2003年以后 为什么呢 因为公秦军创作了千语千询 这部了不起的动画电影 凭借这部动画电影呢 他获得了2003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奖 自己发现 Victor 你你知道公秦军了吗 是 你 感谢观看